吸肉的病因和它这个临床表现 胆囊吸肉在胆囊内的疾病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说常见的胆囊炎症 胆囊结石 胆囊吸肉 就是胆囊疾病 那么胆囊吸肉它形成的原因有很多 那么我们常见的胆固醇性的吸肉 这个胆固醇吸肉与胆固醇的代谢有关 我们胆质里面的胆固醇浓度过高 慢慢的形成了这个结晶 胆固醇吸出之后形成结晶 贴在胆壁上 这种吸肉叫做胆固醇性吸肉 第二就是胆囊的慢性炎症 它往往会引起胆壁的局部 为止增厚有类似于吸肉的改变 另外就是一个胆囊的上皮增生和基层的肥厚 这样的一些形成的吸肉 它往往是胆囊自身的一些疾病 叫做腺瘤酱吸肉 一般的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胆固醇性吸肉 其次是这个炎性吸肉 这两种吸肉都是可以用树干利胆 清理肝胆湿热等等这些方法 来帮助我们减缓或者是治疗这一类的疾病 那么胆囊吸肉的具体表现 一个是胆囊胆脚痛 类似于胆囊的炎症或者胆囊结实的一些症状 右上腹出现的隐痛脏闷或者放射到右肩部 这个症状这是一个 然后有一些慢性的和急性的胆囊炎症的一些表现 出现了一些这个恶心的呕吐厌油等等 还有这个腹部胀脉腹泻消化不良等消化到症状 那么急性胆囊炎它同时可能会伴有什么 伴有这个荒胆 有一些患者的胆囊吸肉会影响消化系统 我们的脾胃消化功能 那么有一些这个恶心呕吐腹胀 食欲不振厌油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 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以上这些表现的时候 大家就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采钞 直接就可以判断我们是 到底是胆囊炎症胆囊吸肉或者胆囊结实 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根据我们的检查结果对症治疗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